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收看 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是第八课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教大家开发一个简单的表单提交页面 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 上节课希望大家开发一个下拉选项卡 是一个多选的下拉选项卡 选择这个用户他有哪些兴趣爱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到代码界面 来看一看这个多选选项卡是怎么去用Knockout绑定的 好,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首先我们先新建html元素 复制一下 改成爱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新建一个select标签 下拉选项卡需要允许运户多选 需要添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multiple 我们编写好了html元素 我们编写好了html元素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viewmod当中绑定一个数组 拷贝这一段 我们当中不需要name跟code的这种模式 只需要写入爱好的具体的名称 比如说游泳 然后打篮球 听音乐看电影 好,我们先定义这四个爱好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写入databind绑定下拉选项卡 options 定义的刚刚copies 接下来我们需要写入另外一个属性 叫做selected options 然后把它绑定到viewmodel当中的一个属性当中去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这个属性 先在viewmodel当中定义一下 self my hobbies 忘任为空 好 我们将它写入这里 保存 回到页面 刷新 需要control去选择 那这样我们这个多选的爱好选项卡就已经绑定好了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在这边可以定义一个html变量 来看一看我们选中不同的爱好的时候 到底这个值是否已经被选中绑定到我们所定义的这个my hobbies 变量当中去 用一个b标签 直接写入databind html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选中听音乐跟看电影 这时候我们的my hobbies这个变量当中的值也就是听音乐跟看电影 好 我们这个用户输入爱好的多选下拉框就已经定义完毕了 我们把刚刚用来测试的这个b标签删除 在form当中我们再添加一个DIV 新增一个按钮 提交按钮 submit 好我们切换回页面刷新 你看到提交按钮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这会点击这个submit按钮 其实我们发现 页面的这个form表单其实已经被提交过了 而这时候我们form表单当中的姓名 邮箱地址跟爱好这些选项都没有经过验证 那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使用knockout的一个submit方法的绑定 在默认的form表单提交的按钮之前 做到一个用JavaScript去验证一些表单当中的信息 我们回到页面 我们回到页面 在viewmod当中 定义一个方法 叫做submitform 然后 在form这个html标签后面 写入datebinder submit 绑定这个submitform方法 那我们在这个方法当中可以先写一个alert 直接打入alert1 来看一看我们绑定的这个submit方法是否取消了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点击提交按钮 好 我们这里看到了数字1 也就是说我们绑定的这个submitform方法已经取消了 我们点击确定 发现这边的这个form表单并没有使用默认的submit提交出去 好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在knockout当中 绑定了submit方法 但是还需要submit这个动作默认的进行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这个绑定的方法后面return true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看一下 在submitform这个方法下面 加入return true 保存代码 我们回到页面刷新 点击提交按钮 显示了这个警示的1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发现我们这边的form表单 是按照默认的形式提交了出去 好 我们这边添加一个submitform的这个方法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验证表单当中的这些数据 当然这里的验证是客户端的验证 服务端可以做二次验证 这个是安全性的考虑 目前我们先讲客户端的这个验证 在knockout当中 可以添加一个validation 这样的组件 帮助我们快速的来编写一些属性跟方法 去验证我们form表单的一些数据 好 那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看一看knockout这个验证组件是怎么来使用的 首先我们需要引入这个knockout validation的组件 这个组件的名称 配置 关键字还是ko.validation.configure 其中是一个json对象 key value的形式 里面可以配置很多的validation的一些初始化的值 我们最常用的有这几种 首先是register extender 为处 这个属性是允许我们在ko.observable后面直接用extend 去绑定一个属性 比如说require 回处 当然这个当中是一个json对象 需要用key value以及画括号把它标起来 另外一个属性 insert messages 回处 这个属性 当form表单当中有错误提示的时候 会在这个html元素后面直接插入这个错误提示的文本 好 我们在这边配置完了validation的configure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document ready这个方法当中 新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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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viewmodel的 errors 这个errors对象 也就是validation 验证之后 所保存的错误信息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ko.validation.group 这个方法的参数我们把creant viewmodel传进去 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submit form当中 也就是提交表单的时候 新增一个判断 if self 点 errors 注意我们这边的errors 其实是对应了下面的这个creant viewmodel的errors 其实是对它绑定了validation 当我们这边的错误提示 也就是errors 的长度 大于零的时候 表示我们这边是有错误的 我们首先需要return force 另外 需要使用self.errors 其中有一个show all message 这个方法 将所有的错误信息提示出来 如果这个错误它没有 那么 我们返回处 让foam表单 默认的提交出去 好 我们保存代码 我们这边只对self.name 也就是我们的姓名 绑定了b填 这个属性 那我们回到页面 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刷新页面 点击提交 我们发现 foam表单 它默认的已经提交过了 但是我们这边的姓名 并没有填写内容 那么我们的脚本 应该是出了问题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其实是出在self.errors 这个属性上面 我们在使用knockout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原本这个属性 它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属性值来使用了 我们这个下面定义的是 correct view model errors 等于group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边 判断它的长度的时候 需要加上一个括号 这样 knockout.validation 这个组件 才能判断当前这个foam表单 是否有错误信息 好我们保存代码 我们刷新页面 点击提交按钮 好 我们这边看到 姓名后面提示了 this field is required 也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knockout validation这个组件的组件的绑定上 已经OK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knockout的validation这个组件 还有哪些更好的功能 我们先回到代码界面 既然是错误提示 那我们可能需要提示的 这个错误信息更醒目一些 我们需要对这个错误提示的信息 添加一个更醒目的样式 好 这里我们需要在configure 这个当中 新增一个errorclass 也就是提示的这个文本 它的一个样式 比如说我们就叫errors 我们在样式当中 新增errors color为红色 另外我们在对这个姓名的验证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显示的并不是一个英文的提示 我们可能需要提示用户 您请输入您的姓名 那我们在这个require后面 可以加入message 请输入您的姓名 好 我们保存代码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点击提交按钮 好 我们这边看到两个作用都已经起效过了 首先是红色的提示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没有输入姓名的时候 提示的是我们刚刚在observable name 这个属性后面的中文的提示信息 好 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对邮箱进行一个正责的判断 如果用户输入的不是正确的邮箱地址 非法的话 我们需要提示用户输入合法的邮箱地址 那这个我们需要在validation这个组件当中 怎么去定义呢 我们再次切回代码界面 首先 我们需要用户必须输入邮箱 这个属性 extend require message 请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其次 我们需要对这个邮箱进行一个正责的判断 extend pattern 这个pattern也就是模板 验证模板的意思 其中有两个方法 首先message 这个是用来提示当您输入的邮箱地址 不是正确的邮箱地址的时候 我用来提示用户 比如说请输入正确的邮箱地址 另外一个属性 params 这个属性当中输入的就是正责表达式 我们这边copy一个邮箱判断的正责表达式 我们保存 好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点击提交按钮 我们这边先看到了提示您输入您的姓名跟邮箱地址的提示 我们在姓名当中写入 Tom 邮箱 我们首先写一个非法的邮箱地址 比如说 Jerry 好 这里我们的正责表达式判断就起了效果 写入Jerry QQ.com 我们测误提示 消失了 也就是说 你输入的这个邮箱地址 已经满足了正责表达式的判断 好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本节课 主要的就是 教大家如何使用knockout当中的一个validation的组件 来验证表单输入的内容 以及在submit这个默认的浏览器事件前 添加了一个submitform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form表单当中 一些B填项 或者需要正责表达式 去判断的一些元素 做了验证 好 那在本节课即将结束前 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这个家庭作业是跟validation这个组件的使用有关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 我们看到validation现在的这个错误提示信息是显示在对应的这个html元素后面 那我们希望能做到将所有的错误提示信息集中在某一处去显示 而且那一处可能我们需要新增一些其他的样式来凸显错误提示信息的一些内容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